林口国民运动中心即将完工启用 为提供民众往来表便利的交通器具 市议员蔡淑君争取设置U-Bike站点 而新北市交通局特别敢在运动中心市营运前夕 完成建制并开始营运 让林口在地居民好欢喜 林口国民运动中心即将完工启用 为提供民众往来便利的交通器具 市议员蔡淑君之前便争取设置U-Bike站点 新北市交通局特别敢在运动中心市营运前夕 完成建制U-Bike站并开始营运 你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呢 就是我们位于林口国民运动中心文化二路 它的正门口的U-Bike站 那已经呢在大家的见证之下呢 已经正式启用了 那希望呢各位呢从11月30号开始 国民运动中心的市营运期间到正式开幕 各位喜欢运动的好朋友呢 都可以在林口的各个区域 然后来骑乘U-Bike 那林口呢总共有31站的U-Bike已经完成了 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林口国民运动中心位于文化二路二段 交通局在运动中心大门前人行道建置U-Bike站 提供40个车位 除了让方便在地民众可以骑乘来运动中心 也可作为通勤通学的转程交通工具一举数得 在这边呢也要提醒各位好朋友11月30号早上10点 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呢要正式的登场了 那侯友宜侯市长也会立临现场来跟各位呢 问问声好 那希望各位能够大首席小首一起能够来到现场 来见证这个林口最棒的一个运动场馆 林口国民运动中心将在11月30期展开为期两周的市营运 市营运期间场馆设施免费提供民众登记使用 议员欢迎民众当天与市长为这项建设一同见证 以上新闻记者胡雨萱在林口采访报道